北京大興區巨浮原公寓大火所在地西洪門鎮 驅逐外地人員的行動已經接近結束 但當地民眾的生活卻因此陷入了困境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西洪門鎮新建村的當地居民11月30號發起抗議 要求官方解決民生問題 而那些剛被逐出北京的小企業主則發現 河北、天津等5個省市的至少28個城市 都禁止他們租房落戶 報導說 河北廊坊市廣陽區下發的通知說 嚴禁當地居民將房子出租給北京出來的小企業主 一經發現 將堅決清理 絕不手軟